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香港选举主任邓如新27日裁定取消香港众志州庭参选立法会不选资格 引发欧盟关注欧盟驻港澳办事处所 29日发表声明指此举将危害香港国际声誉 香港政府对此回复外国机构及人士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特区内部事务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选举主任邓如新以香港众志正刚倡议民主自决 同意公投包括独立和地方自治等选项为由 认为周廷为真经拥护基本法继续中香港 裁定取消他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资格 此举引发欧盟关注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发表声明 这项决定将贬损香港在国际上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声誉 声明中指出保障香港公民及其政治权利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 也是欧盟所支持的 但香港选举主任却请依候选人的政治理念就拒绝其参选 以明显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让香港民众的参选权利受到无理限制 对于欧盟驻港澳办事处的声明 香港政府则会以强硬态度 认为外国机构及人士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特区内部事务 香港政府认为鼓吹或推动民主自觉 或以任何形式提议独立的人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职责 选举主任只是基于事实依法刑事与外界指称的政治审查 限制言论字 由霍波夺参选权无关 其强硬态度显而易见 中国外交部也跳出来回应 指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机构 个人干涉香港事务